注意看 这是让官方都想删除的地图种子 MC速通大神都知道 1.开局我们会出生在一个雪原村庄之中 在铁箱铺的箱子里 我们能找到钻石马铠 过去是因为特性吧 还能在旁边找到一个没有战利品箱子的沉船 到目前为止看上去都很正常 但是我们来到这里 与沉船对齐的位置垂直向下挖 你就会发现一个自带十个眼的墨地门 在周围稍微搜一搜 你还能发现两个墨影珍珠和几颗钻石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还没有 回到村庄后我们来到岩浆旁 加上刚才获取的黑钥石 我们很轻松就能造出下界传送丸 来到地狱后你会发现 映入眼帘的竟然就是猪林堡垒 加上之前获取墨影珍珠 这能极大的节省时间 速通玩家必备种子 如果你以为这就已经是极限的话 那么第二个种子绝对是速通无敌 第二个 开局我们还是出生在一个村庄 接下来请来到猪圈旁 从这个位置垂直往下挖 那么你会发现一个 镶嵌着12个墨影之眼的传送丸 什么离谱的种子啊 这意味着速通玩家可以大幅减少 去地狱的探索时间 一身铁套就可以前往墨地 速通玩家狂喜呀 三 众所周知 铁匠铺里的箱子非常丰厚 从正常的村子一般就一个 多的可能就两三个 但是这个种子里 铁匠铺多达十个 依次性让你缩个爽 物资多的我快窗不下 而且村子里全是铁匠 他们是要创立铁匠协会嘛 四 如果说前面的三个种子 偏向速通的话 那么这个种子可以让我更好的体验游戏 首先开局还是一个村庄 稍微帮村民整理杂物后 我们往这个方向走 会发现传送门遗址 虽然没什么东西 但是往这边看 一个水上的铃铁府邸可以探索 稍微松一下就能拿到很多物资 诶 这怎么着火了 跟我可没关系 之后我们回到村庄的位置 在这个黑曜石柱边上有个箱子 里边有两个附魔的金斧头 之后我们往下挖 就能找到两个箱子 拿到之后在附近位置探索一下 你会发现两组钻石刷在了一起 非常的离谱 已经足够做出完整的钻石套 不管你是速通玩家还是休闲玩家 一定要来看看这几个地图种子 点赞收藏绝对不亏 那么不离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